大家好我是台灣老哥 今天呢是我們一年一度的元宵節 老哥在這邊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而今天也是我第二次在大陸度過這個元宵節 而我今天打算在這個石井山朗園park 來看看花燈感受一下元宵節的這個氛圍 走老哥帶你們去看究竟 看到元宵節的花燈就讓我想到高中的時候 準備高考的那段時間 每天在學校晚自習到很晚才回家 而我爸媽總是會為我留一盞燈等待著我回家 有時候還會準備一些小點心或熱湯 讓我在一天的學習之後能得到溫暖的慰藉 我喜歡做小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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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8個的這裏 而且你覺得有什麼好想要有8個 無島 在祝大家有技術 下去做 那就是利用那個湯圓 互相撞植 所結構出來的那個大根 那我們這個運輪的它是沒有 組織沒有破壞掉 然后他熟悉的是很冷静 你什么情况该去说 他出来这是什么情况 而自从2020年来到大陆以后 因为疫情的种种原因 虽然无法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元宵 但我心里却并不孤单 因为现在我身边有了很多为我点灯的人 2017年我来到深海律师事务所实习 台班的老师以及律所律师 他们点亮了我来大陆发展的新灯 又或者是去年元宵节 我也不是一个人过 感谢台蒙中央的邀请 让我能和很多的小伙伴 一起裁灯迷 做灯笼 吃汤圆 哄哄火火 闹元宵 这一路走来 我也不是没有受挫过 也不是没有失忆过 但我觉得就像一颗汤圆 总得经历翻滚 沸腾 浮沉起落之后 才会更加的甘甜软糯 而我们之所以怀抱憧憬 正是因为那一个点灯人 在我生命当中点亮了我 使我在看似孤寂的夜里 抬头仰望 便能看见温暖的灯光 新的一年的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更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用自己小小的力量 帮助更多的人 愿你元宵节快乐 愿你在从今往后 生活里都一直有那么一盏 等你回家的灯火 愿你的生命灯火辉煌 远远漫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